美方以谎言为依据 实施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 将中国实体列入有关的制裁新单 扩大对中国企业的打压范围 实质是破坏新疆繁荣稳定 遏制中国发展 也是对国际贸易规则和市场秩序的破坏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的污蔑抹黑 停止打着人权幌子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措施 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非凡的所谓行动 纯属是自娱自乐的闹剧 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黄岩岛的 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根本上继续续护黄岩岛的 invece信任 两个人 你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丢了 Sophia 指数 瘋